为守护女性健康免于子宫颈癌的威胁 花莲县卫生局3月份起前进 县内有27所国中提供国医女生 人类乳图病毒的疫苗接种 预计前线有1200多名国中学生可以受惠 而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在吉安国中施打 同学们的施打意愿相当高 希望借由疫苗接种 让子宫颈癌的防治从年轻做起 全面来防治子宫颈癌发生 小女生们排队接受咨询 并且依序接受疫苗注射 这是花莲县卫生局为全县国中女生 提供的人类乳图病毒疫苗接种服务 也就是所谓的子宫颈癌疫苗 一直表示提早在未发生性行为前接种 防护效果会更好 像我们现在几近是从国中一二年级就开始打 最好是在没有性生活性经验的时候 这样打的疫苗保护效果更好 那我们会鼓励 所以我们会从国中开始就打 那可是并不代表 十七八岁有新经验就打 效果就不好 是有效果 可是就是没有 就是的确是没有像 没有发生新生活经验来的 比较差一点这样 这个乳图病毒疫苗的 施打是保护成只有七成 那可是七成就是代表说不是打的 又就遗老永逸 那还是要有能够固定的做 某片的检查 然后还有这个性行为的时候 带保险套 三八复礼节这一天接种子宫颈癌疫苗更有意义 简安国中学生的施打率也相当踊跃 这个子宫颈癌疫苗 其实真的是保护我们现在的女性 然后也很感谢县佛 可以拨这笔经费 让我们全县的女生 就是这些女同学 都可以事先的预防 然后呢也让她们在成长的阶段 减少或者是未来可以减少这种病 就是子宫颈癌的残害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疫苗 所以真的是非常鼓励 我们所有的女性 都可以来做这个子宫颈癌疫苗的注射 简安国中的话 目前只有一位女同学没有施打的预愿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35个女学生都有施打 就是36个里面只有35个也施打 只有一个不愿意 就是没有意愿施打 所以我们的施打率算是蛮高的 你也打了什么疫苗 那个预防子宫颈癌 你觉得很重要吗 很重要 这个疫苗很重要吗 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你觉得它可以保护你吗 好像可以 你为什么想打 因为可以预防子宫颈癌 你有概念 你觉得它可以保护你吗 可以 这是什么疫苗 子宫颈癌 那你为什么想打 有礼物 有礼物 我是见识的小孩 花莲县卫生局3月份开始 全境县内有27所国中 提供国医女生人类乳图病毒的疫苗接种 预计全线有1200多位的国中学生可以受贿 医师也提醒 除了疫苗注射 有性行为的女性建议每年要做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 当然还要注意安全卫生的性行为 这样才能够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 这一队会依然相报道